終於等到最新的 七龍珠 WCF 現在廠商的做法 對於海外 全部都是用這樣 整個大全套的模式 那裡面基本上一套 完整的是六隻 如果你拆開看的話 絕對 是有重複的 可以清楚的看到 基本上一二三四五六 裡面總共是十二隻 我拿到的配率是畫面上這樣子 那基本上應該大家配率都是一模一樣的 從 超二物販 佛大王 克林 這三隻 就是單獨的 各一隻而已 那其他的 包含超三 或是 即將要自爆的貝吉達 還有霧吉塔 黑髮型態 都是各三隻 我拿到其實 蠻開心的 最主要是他現在海外 都是用這種大全套的概念 然後 多了很多隻 之前還以為 會跟復刻板一樣 就是全部盒子 是一模一樣 結果不是 他是分別 獨立的 這種 彩色盒子 然後代理版 側邊的部分 這次的超三形態是這種天使的形態 那他 的天使環原本就有幫你弄上去 但這有好有化 因為原本他就幫你用上去的話 很有可能會造成這種斷裂 所以你必須小心一點 所以他有用這一個 墊在下面做一個緩衝的保護 整個法量算是 也是相當的還原 整隻的份量感比 一般的WCF來的 重了不少 頭雕表現 神韻 有抓到有完整的呈現出來以外 美股 這邊就是超三的這種最大的特徵 加上 他前面這一根非常長的瀏海 臉部的塗裝 跟做工來講是還算OK 那頭髮 的這種做工 你可以看到旁邊 會有這種類似像毛邊的這種部分 那後面這樣大致看起來是 算還OK 就是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那髮量的部分 真的算是非常的多 那天使環的地方它是做一個 淡藍色然後帶透明的 淡藍色然後帶透明的 質感還不差 那頭髮的髮術感 是給你非常粗的 髮織紋其實裡面 布滿了全部 滿多的 整身的武道服 顏色配合相當鮮豔 可以看得到 他的內裡腰帶跟 護手腕的地方的顏色幾乎是一模一樣 鞋子的部分的話可能就是跟上面這三個地方 比較不一樣 只是一個深淺 的差異性 武道服的這種 抓皺的 皺褶感 完整的呈現出來 算是還不錯 那 近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鞋子的塗裝做工 也是可以讓人家接受 的範圍內 看細節 魔人撲屋篇 魔人撲屋篇 即將要自爆的這個魔人被擊打 這個型態之前 個人就非常想要 WCF遲遲不出 那現在終於出了 整個頭雕的呈現 其實 算是非常不錯 青筋暴露的樣子 然後嘴巴 張得非常開 翻白眼的樣貌 再加上全身 這種青筋暴露 手臂上的這種肌肉 全部是青筋暴露的痕跡 尤其是魔人的這個標誌 塗裝跟做工其實算是非常不錯 以整個臉 的水準來說 有在水準以內 那頭髮 的做工跟塗裝 是還可以在 令人接受的範圍內 那整身的衣服 全部呈現一個戰損的感覺 兩側 這邊全部是 整個是 炸掉 然後胸前的部分 戰損的痕跡 小腿大腿 這邊也都是戰損 包含他的手套這裡 也都是一個 戰損的樣貌 另外一隻的手套 戰損痕跡 靴子的部分 來講的話 前面這邊有移到一點顏色 暗細節 黑髮霧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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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部表情有把這種河底戰士這種驕傲的感覺做出來 塗裝 做工 還算OK 那頭髮的 前面的瀏海是非常粗 頭髮這一隻做工 看起來似乎 是還不差 整個法術感的感覺 也是超粗的 髮絲紋 裡面 其實 只有少量的這種 一根 然後 呈現那種非常粗的 要不然頂多給你 兩根髮絲紋在裡面 背心的部分 目前這樣看起來 塗裝 是可以令人家接受的 護手腕的地方 黑色 這邊感覺就是有點移到顏色 整個肌肉餡料的呈現 腰帶的部分做成這種飄逸式的感覺 褲子的部分 鞋子 上面的這個 塗裝倒是還 蠻不錯看 看細節 褲子 超二的少年霧飯 這隻其實就有點角度限定 你必須用一個比較俯視的角度看它 否則你這樣正面這樣看過來 你會覺得 有點奇怪 它一定要有一個特別的角度 才會 比較忠於原作 頭雕方面其實是還蠻OK 那就角度限定的問題 塗裝也還不差 哇這一個 頭髮的 做工 算是非常不錯 前面就是招牌的這種 超二的瀏海 這一顆的 頭髮塗裝做工 留在水準以內 那整身 武道服的樣子 就下面的 這邊 呈現一個戰損的感覺 在腿部的部分 那護手腕 跟腰帶的部分 顏色是不太一樣 護手腕也是呈現一個戰損的感覺 那後面 的戰損感 有微微的做出來 然後衣服 後半部的戰損感覺 鞋子的地方 整隻的塗裝來講的話 這隻其實呈現出來的感覺還不差 那就必須 那個 比較角度限定的 這種俯視角 整個超二的這種頭髮 算是還不錯看 看細節 佛大王 完全形態 然後從指尖發出氣功的感覺 這個形態 這個形態其實算非常好看 還有加上這個動作 最主要這一隻 非常特別的是 他整個 你可以看到 他塗裝運用了一個 類似亮光漆 的這種塗裝 那從燈光照射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紫色的地方 都有那種比較呈現反光的感覺 那整個身體 也是一樣 有把那種宇宙人的這種 身體 算是 完整的刻畫出來 連尾巴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 他都是運用的這種塗裝 整個體態 非常好看 加上這個 超級囂張的這種 嘴臉 臉部的塗裝也是算相當不錯 那David這一隻 這邊就有一個小小的缺食 加上側邊 這部分 當然還算還OK 整體這樣看過來 真的算非常好看 頭頂的這種紫色的部分 然後手的側邊 胸口 然後另外一隻手的側邊 包含腳 腳指甲 還有紫色的這部分 整個體態算是 以WCF來 講的話 這一隻佛大王 非常的正點 然後 超級粗的尾巴 看細節 克里 這隻表情 非常的棒 那種施牙裂嘴的感覺 頭雕的表現 戒巴 這種張開 嘴巴的樣子 然後眉毛跟眼睛是非常憤怒的樣子 以臉部的頭雕來講 塗裝跟做工 並沒有一個太大的瑕疵 然後這光頭 的造型也算是非常俐落 他穿著這種 龜仙人弟子的武道服 武道服也一樣 顏色非常的鮮豔 以外 上半部的這種顏色跟靴子 是呈現兩種 極大的反差 靴子的顏色竟然是這樣子 還蠻特別的 然後前面的這個 龜仙人的Local 其實也算非常不錯 肌肉線條部分 就微微的這種 肌肉 後面 抖大的這種龜仙人Local 我近看其實 可以看得到 這個做工 做工真的是 是 吉隆珠近期的WCF 非常多的做工 個人認為都是 非常的 糟糕 那這個畫好顯示在背面 那你也沒有辦法 自己做一個處理的動作 因為這個Local 其實算是 你只要一弄踩 之後就救不回來 來 看細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有不一樣的角色以外 整個型態跟動作 都是之前比較少看到的 尤其 可以看到克林 佛大王加上要自爆的這一種 貝吉塔 還有超二悟犯 整個算是相當吸盡 超三悟犯 講錯 超三悟空 還是要再一次提醒 如果你拿到貨的話 真的要檢查一下天使環的部分 因為相當的容易斷裂的感覺 喜歡WCF的話 這一套還是會蠻推薦給你的 只是可能就是要讀點人品跟運氣 看你拿到手上的時候 評管如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